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品质管制的简介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品质 什么叫做品质呢 品质就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者是服务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做的是一个满足 高品质的产品 不论是实质的一个物品或者是服务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工商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这样子才能够永续经营 然后能够得到消费者的信赖 那么品质管制的目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商品的品质 如果品质不稳定 消费者就失去了信赖 在这个市场上面迟早会接受到了淘汰的命运 所以对于这个品质上面来说 我们要力求的就是稳定 力求的是越来越好 一般来说 品质管制的方法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叫做SPC的统计的制程管理 何谓制程管理呢 各位同学看到这个我们的原文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用这个管制图来监控生产的过程 Process过程 是否正确 随时做出调整 然后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立刻要检修或者是停止 做继续的决策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制造中的管制 In Process Control 这个地方来说很重要 那么这不是我们在前面假设检定的地方来说 都没有做到这一块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来我们看看后面那一块 后面那块就是我们前面教过很多的 叫做运收抽样 运收抽样就是什么呢 这是接受 Acceptance 这个是Sampling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假设检定常常做的 用抽了一批样本的方式 来检定品质是否决定接受这批产品 这个就是假设检定的一个过程 前面做了很多的一些练习 包含的是五亩数 有亩数都有 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制造后的管制 这是After Process Control 跟前面那个不太一样 那个就是这是制造中的 这是制造后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谈一谈 这个品质为何会变坏 品质的变异 它是什么原因 那么我们大略也分成了两种 一种叫做随机变异 随机变异是什么呢 是自然发生的变异 除非是更换的机具或者是原料 不然完全没办法消除的 比如说我们机器磨损了 这个还有这温度湿度 因为温度或湿度的关系 我们造成的是产品的一些变异的状况出现 这个倾向于我们所说的天灾 我们比较不容易去克服的 但是我们除非是从头来过 或者是花更高的钱去克服它 那么另外一个非随机的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这个是非自然发生的变异 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调查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进行一个调查的工作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就是属于 像例如说操作不当 我们抓到了这个操作不当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要立刻予以纠正 这个地方倾向于天灾 这个地方属于人祸 那么如果说能够克服的话 天灾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可以花更高的一些成本 可能就是利用的是调整 这个是比较困难去改进的 这一部分来说是可以发现问题 立即可以改进的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 品质管制的一个概论 那么品质管制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品质管制 我们可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获取最高的利益 品质有了管制 产品的有了竞争力 我们为什么还可以降低成本呢 是因为说假设我们的 有了好的品管 不良品当然就会比较少 如果不良品变多 那么我们是不是会增加了很多 制造啊维修 废料处理的一些成本呢 成本本再便宜 如果都是不良品 我们一大堆的一些 代修的废料 这些的话呢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获利 如果说我们 卖出了一大堆的不良品 那么我们就会造成了 商誉的损失 消费者没办法信赖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 被市场所淘汰 消费者没办法信赖